生命在一点点流逝,我们也在一天天牢去,虽然改变不了结果,但是过程自己却可以做主哦,眼泪不是答案,拼搏才是选择,只有回不了的过去,没有到不了的明天,今天的你正在哭泣还是欢笑呢? 其实都无所谓,那只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罢了,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,对未来对幸福的渴望,生肖牛的人为人重情义,豪爽大气,十二月开始望到明年,运势一飞冲天,求财得财,求子得子,生殖加薪,财运将会快速转望,他们能够轻松顺利得到赚钱的机会, 而且不止一两次的机会,而是接二连三的赚钱商机涌现面前,帮助他们存款暴涨,财库爆满,在十二月开始望到明年,对于生肖龙的来说一切又会是一个新的开始,之前的劳心劳累,霉运全部都会散开,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,事业上完全不用过多的操心,只要做好决策,从今天开始, 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,势头极好,整月都会浮运满满,喜事连连,从十二月开始望到明年,生肖机的人就会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,心情很是愉悦, 对一切都是充满了好奇,总是充满了新鲜感,可能是自己要步入一个,全新的环境或是得到全新的身份,而这一切也为自己迎来的好运气,在全新的环境中,更能够展现自己的的才能, 得到众人认可,也重新认识了自己,收获丰厚,惊喜连连,一路好运相随,生肖猪的人聪明睿智,心地善良,有智慧,为人谦和,懂得退让, 只要跟他们相处时间长一点就会发现,他们是个非常好相处,做事情很有分寸,也很有条理,工作特别努力, 十二月开始望到明年,生肖猪的人他们喜却更能送喜,幸福一事,收钱数到晚,容易获得成功,未来事业红火,财富长期看涨, 日后家中出门撞横财,存款数字会不断地增加,生活越来越幸福,富贵又安康,有财神也青睐与撑腰,财源广进, 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能顺心如意,工作当中出色的表现会为他们提供信生的机会,生活格外安逸,财富上涨, 在商场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赚到钱,经营的事业也开始起飞,生肖虎的人, 严格要求自己,有很多优秀之处,超受众人欢迎,做事都能够全力以赴,接下来的收获更是能够翻倍增长, 懂得精打细算,投资理财,会吸引很多异性的眼光, 十二月开始望到明年,生肖虎的人他们生活呼风唤雨,财运牛气冲天,正财望横财发, 定能锦绣前程,这个属相各种适应能力超强,心机细腻,能让自己的经济状况有衰转胜, 并且每天都有新惊喜,马奔鹏,未来家业险后,摇身一变成为人长人, 日子越过越舒坦,事业将有飞腾之势,如坤鹏展翅高翔,那些帮助你的恩人偶, 切记受人滴水之恩,礼当永泉相报,生肖鼠的人他们做人堂堂正正, 同时雷厉风行,比较有个性,有活泼可爱的一面,情商很高, 在恋爱的时候,他们会对另一半产生强烈的依赖感,一旦陷入到爱情里,就会真心去包容对方, 12月开始望到明年,生肖鼠他们头顶巨宝盆,财运缠身,富贵找上门,美好的生活在前方等住他们, 必定会化身幸运宠儿,财运顺畅,只要他们不断地奋发努力,财富就会越积越多, 一整年都不用担心挣不到钱,财源大开,再接下来定会摆脱拮据生活, 好运傍身,一切都是顺心如意,喜上加喜,望上加望,在今年能转金山银山,富可敌国, 余年不愁吃喝住行,生肖兔的人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当中,心地善良, 有助很强的独立性,很会处理人际关系,他们特别聪明,比起颜值, 他们会更喜欢有才华,有内涵,总是说干就干,不喜欢拖延, 12月开始望到明年,生肖兔他们红韵驾到,步入穿金带银的发达之路, 钱财堆满山,幸福入怀抱,爱神,如果爱情与事业能同步得到提升, 有望收获名利,成就自己的非凡人生,桃花顺势暴涨,有望顺利脱单, 人生步步高升,在各个方面都会有较好的开展,不论遇到啥样的艰难都可以绝处逢生, 生活更如意,生活也由穷变富,晚景光辉,未来八天里注定被大奖, 砸众的八大生肖,过日子想要不吃苦,有福享,一定要有足够好的运势, 运势足够旺,才能有横财可发,才能不缺钱花,生活自然越过越好, 未来八天里,这八大生肖就是因为运势旺盛,财运一望到底必定一生都有好运气, 人生中处处有惊喜,生肖龙的人未来才远广进, 事业上会取得不俗的成绩,因为生肖龙的人五行熟土, 未来八天才到狗屎运,横财入宅,发横财千万, 必富得流油,大富特富,对于生肖龙的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年份, 土运可以助身,使精力更加的旺盛,水运可以助财, 使赚钱的门路得到拓展,只要好好把握,练好内功, 使自己能够胜任更多的任务,未来不难成就梦想, 财富也会实现自由,生肖马的人近期开始运势大好, 很爱玩,运气很好,做事很聪明,但是不容易坚持, 所以他们在未来八天才到狗屎运,横财入宅, 发横财千万,必富得流油,再加上命格之中带有紫薇金斗星, 后半辈子富贵迎门,安康吉祥,同时偏财运多, 但是为人不吝啬,懂得适时输财, 如果再把家庭关系,调节得更好一点,必定一生都有好运气, 人生处处有惊喜,生肖兔的人前段时期遭受的磨难很多, 因为与梅运相冲,运势不升反降,在事业上也会倍感艰难, 好在生肖兔的人都很乐观,人支柱,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, 他们在职场仍然十分的努力,即使频频遭到打击也不抱怨, 所以他们在未来八天采了狗屎运,横采入宅, 发横采千万,必负的流油,生肖兔的人迎来难得的贵人指点, 职场思路更加的开阔,可以发现更多的商业, 未来很容易进入富人的圈子,生肖狗的人憨厚老实, 做事光明磊落,脚踏实地,在未来八天里, 他们迎来极佳的运势,各方面大放异彩, 俘虏双全,事业中红红火火,和伙伴合作得非常融洽, 发展顺风顺水,财源滚滚进家门,牛年出生的人为人仗义豪气, 豁达正直,沟通能力很强,办事效率也是第一, 善于把握机遇,他们做事有计划,聪明伶俐, 待人也因其命宫中有华喜和财喜两大吉星照耀, 未来八天几时好事一起来,横财发个不停, 赚钱方面会特别顺利,出门就能够收获赚钱门路, 好好把握必能赚到更多财富, 闲于翻身便富翁,猴年出生的人生性聪颖, 为人精明,拥有不俗的商业天分, 他们善于为他人助想,总是默默地为朋友做了很多事情, 一生财运极佳,奇财伯公有德龙贵人相助, 未来八天离喜是好事一起来,横财发个不停, 有贵人出现帮助他们解决难题, 更能够带来赚钱的门路, 只要能准确地抓住各种机遇,就会财路不断, 很有成为一方富豪的前置, 生肖诸的人命功德德华吉星的相助, 喜从天降, 未来八天您将有一大波横财其来, 请注意接财同时一百吉星飞临本宫, 此星亦亦为财星, 与六百八百其称三大财星, 事业上得到更多来之不易的机会, 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, 如果能够及时把握住机会稳步中求突破, 就会有助源源不断地横财其来, 生肖机的人命功将迎来玉化这颗吉星的架林, 未来八天您将有一大波横财其来, 请注意接财, 霉运逐渐消散, 好运出现, 小人退走, 贵人进门, 事业望, 风生水起, 财运来, 不光事业能达到人生巅峰, 而且财运上也能大转横发, 财富的喜报更是一个接一个, 好的运势加上自身的努力, 好运会一直望到年底。